小人有時是一種失望 覺得學生走了 他有一個意願進來這裡 想保護學生 煮食給學生吃 讓學生不要肚餓 所以他就留下在那裡煮食 他自己當然不是學生要求他 他就說他煮食煮到沒有人吃為止 是最後一個酒 所以他就每天都在 但是情緒就開始有些困擾 有時是很傷心 有時又很氣憤 有時又很憂慮 就出現一些或者有時會和人有衝突 也都是人數少了之後 他就會擔心有便裝進來 所以晚上的時候他就想把記者陪伴他 就覺得有記者在這裡 就不會有臥底對他不利 所以他昨晚開始有些少少要求 有兩個記者整晚陪伴他 今天早上有一個記者偷拍他 所以他就很機器 就和那個記者發生衝突 我收到電話之後 我馬上進來勸他 他見到我的時候都是很開心 我昨晚一刻答應他 我今天都再會進來看他 他就放心 所以就喝杯水聊聊天 他就評證了 請問他現在出身情況是怎樣 即是有沒有被警方拘捕 他沒有被 到目前這一刻我所知 之後我不知道 沒有被警方拘捕 我陪伴他去了QE 他進去了急診室 醫生是留院觀察 但有沒有警方作用 沒有 即是沒有被警方拘捕 他上發車的時候 是有警察在旁邊 情緒有點困擾 他幾晚都沒有睡覺 覺得有點軟 我相信他信任我 所以他肯去醫院 我都歡迎他這樣做 我叫他在醫院休息幾天 另外他有問的 可以去哪裏再幫學生手 我就說你休息好自己 才再看看去哪裏幫學生手 那裏是警察和他一起上白車 警察沒有和他一起上白車 但是是有警察 見到他上白車的 其實你是不是都覺得他去到這個地步 適合是離開 有適合也好 那些假設也好 那些處理 當然是 因為每餐都看人來吃飯 但沒有人來吃飯 情緒很受影 很受困擾 那所以我都覺得 本來我自己 今天來都有一個意願 就算是沒有衝突發生 我都願意今天勸他 看看用什麼方法離開 就是這樣 不過他是很抗拒 他去到警察的前面 被捕離開 那 那 但是 為免他的情緒很激烈 那所以呢 我又問他 你會不會覺得累啊 就是 不如我們去看看醫生 離開 那就做了這件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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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今天下午的時候 一名被稱為廚房佬的示威者 離開了 這個理工大學的校園 那這一名的廚房佬就是 在這個理大校園裏面為示威者 準備食物的一個廚師來的 那 他也在早前訪問裡表示過 他會留守到最後一刻 那 經過剛剛 完師母的這個訪問之後 就表示了 因為 現時 很多的示威者已經撤離了理工大學 那因此 甚至呢 就少了人下去飯堂裡面吃飯 那 他是大了足夠的量 那 於是呢 廚房佬呢 就在今天的下午 就在完師母的陪同之下 撤離了理工的校園了 那 我收到的消息是不當成熟 那 那當然有些是被警察出了 那 那 也有 有 很可觀的數目呢 是成功的 成功 成功 成功的 就是睡一晚 是 是 再看看怎樣 那 精神 結束了 起碼 個人 穩定了 情緒 下來 再看看怎樣 是 才可以 是 六四零 三七 五八 定六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